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十月份的驻赞医师陈俊旭陈博士 他的著作是吃错了当然会生病 我们感谢粉丝郑梅香粉丝提问 他提到照超音波说肝脏有水泡 请问陈医师是否有病毒才会发生这样子呢? 答案是不一定的 肝脏有水泡它的原因很多 我们先不要看肝脏 我们想一想皮肤上如果有水泡 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当然病毒有可能引起 然后过敏也会引起水泡 还有毒素 吃到某些毒素也会引起水泡 甚至有一些外伤也会引起水泡 所以从皮肤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我们的内脏里面长水泡的话 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有可能是细菌 有可能是病毒 有可能是受伤 当然有可能是过敏 有可能是毒素 其实现在有肝脏水泡的人 其实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的饮食里面 其实有充斥了很多的添加物 甚至有些黑心的一些物质 那这东西其实进入人体以后呢 很有可能都引起一些棉膜 或者是器官上的一些病变 那小的病变就是长水泡 大的严重的病变可能是长一些囊肿 甚至一些重瘤都有可能